先來教訓,發佈了九龍建業有限中私事務局銷售部高級銷售經理陳淑芳小姐 主席亞太高市主席兼職部總裁陳永傑先生 主席亞太高市主席兼職部總裁陳永傑先生 主席亞太高市主席總裁陳永傑先生 主席亞太高市主席總裁陳永傑先生 以及我們的將軍部區高級資深營業董事譚貴中小姐 歡迎我們五位的貴賓,我們主持展賽儀式的 我們上個星期,亦都經過陳小姐委任了我們四位海恩莊園的大使 我們搶了四位大使,來一齊伴著我們這個展賽儀式先搶 OK,好,或者我數1,2,3 請這麼多主題嘉賓為我們主持這個展賽儀式 可以預備,1,2,3 好,那麼多主題嘉賓,今度一展,特別是周園地產 以及何欣莊園的紅條大使,謝謝 好,我們再拍一張照片 接著呢,分別是由周園地產 以及何欣莊園的Ogo 再給我們記者朋友拍一下照片 好,今度幾位嘉賓就會手持著 關於何欣莊園的一些賣點 那麼,那麼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呢 接下來呢,都會將公務區最觸目的一個全新項目 去以康城站的一個全新的中目項目下 那麼所以呢,我們中欣莊地產呢 已經是非常之重視 那特別呢,將我們這個全新的電票呢 是作為侯應莊園的專門店 另外我們客戶介紹侯應莊園的最新消息之外呢 我們接下來呢,亦都會有一系列的宣傳活動呢 是向我們的客戶推介的 好,我們 何欣莊園的優勢呢 的賣點呢,都是要靠我們呢 那麼多位的大使呀 帶領著我們那麼多位的平時呀 一齊呢,去推介這個何欣莊園的賣點的 所以呢,我們都要 好了,認不住你們啊 那麼,亦都是呢 為我們的客戶呢 是帶來何欣莊園的最新消息之外呢 接著是這個責任啊 哦,非常之樂力的幾位大使 好,麻煩了 OK啦 好 關於何欣莊園的最新消息呢 嗯,接下來我們應該是到最後階段了 市委 應該會是今個星期 或者星期末啦 會開市委啦 亦都在日內會開了假單 那我們的部署就去到最後階段 柳書那些製作 完成差不多可以上載的 應該都是今個月內會發生啦 嗯,非常之好的消息呀 無論對我們提到現在的買家 不是我們的代理們 那最近樓市呢都非常之刺熱 尤其是這個周末啦 那你記得收盤呢都是創新高的 那不如將時間給陳先生和我們分析一下 好,麻煩你 首先呢就多謝各位傳媒朋友的來臨啦 還有方姨和鄭先生 給機會中原地產開這個專門店 其實今次海恩莊園的開售 大家整個將軍澳區都很酌弱的 因為將軍澳的福地 在最上這三五年 它的升幅最大 香港樓價升幅最大 就是澳南區這個位置 澳南區這個位置已經是沒有新盤的了 有的是一些貨幣呀 你説大大那些多 今次海恩莊園的訊息出市場呢 正是中原區的原居民 手指好呀換口客呀 已經反應非常酌弱 小小數字啦 去到今天呢 全香港的一手呢 十二份呢都已經有八百六十幾宗了 我估計呢 如果方姨剛才給好訊息大家 這個星期能夠發生假單呀 還有樓書呀還有市委呢 那就是說有機會在這個月呢 可以上到數 現在這個月在31日做了 香港人有第一次的開售呢 我相信這個月有機會突破 近年的銷售高位 就是二千五宗單月十月份 那二千五宗呢 其實有三幾年沒做過的 就算昨天 星期六、星期日 雖然大家都是見到 它有個盤叫做 火塔 火塔 星海 它是四百五十幾間 但是如果說貨物一加起來 是五百幾間的六日呢 也是破了今年的最多一手的 單周六日 對上一次的試過五百幾宗呢 就是今年的九月試過一次 那時候呢 就有個黃竹坑和一個 Wedland在開售 同一日的星期六 我有印象了 這次呢 在施政報告下第一個大盤呢 其實帶動到近期呢 本來應該早些旺的 不過我們又好運 有四日兩個爆破風球 但是香港少見 所以就滯後了整個活動 那些活動呢 就去了昨天前日 星期六日 無論我們十大屋苑 你見上個星期一中 因為沒了星期六 但是昨天呢 都有八中 大家看到呢 十大屋苑的開單地方 都是集中在香港島 見到九龍都不多 新界都不多 其實看到新款的開售 其實很多客人都在等海音 就變成九龍其實屋苑 二手都剩了 新界更加 就是在那製造星海 但是港島呢 就在太古城 和康宜那邊四間 變成了 看得到一些中大馬 1000至12000萬 都有成交 我估計呢 十業份一直好下去 在施政報告下 整個訊息給了一個正面 就是大興土木基建 其實基建是增值的 人家買張根澳 其實買了地鐵路的 買了鐵路站 買這裏的空間 買附近的建設 你見有條跨海大橋的建設 是造起了樓架 那海恩花園就剛剛食證了 那個跨海大橋 我相信它入火時 都應該通車了 就是那個時間 變成整體整個基建 是增值土地 增值那些物業的 所以海恩花 莊園這一個的時間 是天時地利人亡 那我預祝你來 紅款高客 謝謝陳清澳的分析 陳清澳的分析 陳清澳的分析 陳清澳分析了全港 以至張根澳的市況 當然大家最注重的 就是關於康城區裏面的 戶型分布 不如將時間加給Crystal 和我們介紹一下 陳清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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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來,多謝Fony,多謝九健, 很有見地看得到, 將海恩莊園變成面積裡面, 它1500多火裡面大部份九成都是在A類合遍的, 配合了年輕人喜歡上車,佔成九成, 所以這個盤我估計是2020年最火的盤, 即是銷售只要Fony,鄭香我們夠膽放一天可以打破紀錄, 超過600間都可以的, 因為我們試過買最高500多火一天, 如果Fony有新的,不要做太多, 做598個都可以的,不用超越來自的, 單日我們銷售它598火絕對是可以的, 流程做快些,我們就應該是很快可以做一個單日的好程式, 我預祝九月,這次方面的圖牙兩個, 可以隔壁做一個非常火紅的成績, 好,多謝Sandia和我們分析, 我們都見到海恩莊園是我們上車客的一個公命的喜訊, 期待著發展所的最新公佈, 這個時候不如請Crystal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中原在海恩莊園方面的投放, 好,講到投放之餘, 我就先承接Sandia剛才說, 其實九龍建業精心打造了日昌城這個騙區的地方, 不如好像剛才說, 只有8%,1400多火, 但正在這個盤都已經1500多火, 其實九龍建業是很看準這個騙區缺乏的細安位, 所以他們精心打造1500多火, 大部份都是430多呎A類的物業以下, 所以其實見到他們都不是, 隨便人家有的尺寸就隨便開, 他們完全不是, 他們是事前已經做了所有的research, 做好日昌城的騙區缺乏些什麼呢, 而製造了這個海恩莊園給我們這班同事, 其實剛才Ager說的, 我們騙區裏面其實有1800多火, 其實暫時只不過是一至六期入了火, 七百九十其實陸陸陸陸陸陸入火, 其實騙區我昨晚11點多才問Winley, 咦Winley為何我們騙區的赤價會是這樣的赤價呢, 我還不記得LP6現在做19000、20000, 或者五期Marneville做18000, 為何我們平均價是15355元呢, 我原來是這樣的, 他想入充城整個騙區的中數成交價, 拉一個平均的赤價出來, 因為一期、四期、三期大家很清楚, 二期、三期全部大單位沒有兩房位以下, 全部三房位以上, 所以赤價很明顯就比細單位拉低, 即細單位的赤價會高些, 大單位自然便宜些, 過往我們成交正的騙區的均價, 因為我都要澄清, 因為它是業主在, 無論這裡在座同事是好, 記者是好, 是業主在日昌城片區裏面住, 所以我一定要澄清赤價, 赤價在做15000多, 對比2016年當時, 即是一期、二期、三期, 賣的赤價是8890多, 9000元都不到, 這五年裡頭, 只是日昌城升了73%, 即73%有多威, 不威的, 一點都不威, 給個數字你看看, 覺得是威不威, 因為我們中原城市指數CCL同期, 這五年裡頭, 只升了38%, 正如老師說太古城, 第一城, 新都城, 甚至德福淘大, 美孚這些, 只升了38%, 但只是日昌城一至三期, 當時未日昌城四五六, 都已經升了73%了, 可想而知, 我們這個日昌城遍區的升幅, 是遷越了外面一般的大型屋苑, 也看到今次海鷹莊園, 全部是真應日昌城沒有的物業, 去再打造, 所以這1550多貨, 估計, 會將日昌城遍區, 牽起一個熱潮, 剛才Ada問我, 你們做些什麼, 我們拿了七位數字, 因為早兩天跟Marketing, 和我們公關亦都合了, 我們這個七位數字, 正在做網上的推廣, 所以我們邀請了四位大使, 包括了, 我們的分行, 阿健,阿健你舉一舉手, 你很溫暖嗎? 喂,很溫暖, 今天在拆著太陽, 今天阿Jack, 剛才拍了片的阿Kin他, 剛才拍了一條宣傳點片, 將他在網上上上載, 剛剛剛才11點多做的, 還有Oscar O, 今天他有V事, 他放假把女兒回來, 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們都盡量希望, 在線上線下, 打造這個海恩莊園的樓盤, 期望這個海恩莊園, 做到能夠, 紅盤開開, 接下來十月份, 希望大家就, 賣個紅盤紅, 好, 多謝Kristo的聲音, 剛才我們所講的, 天時、地利、日和, 配合這個海恩莊園的開售, 所以我們中原地產, 一定是處理依附, 對於海恩莊園最好的成績, 真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